到時候台灣不就斷氣了嗎 不止啦 不止啦 不止 我想細節我們再不穩重報告 那個張委員 本席尊重您的質詢 如果說董事長在這裡回答你 是不是洩漏了台灣的 所有的能源儲存的機密問題 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話 他是不是私底下 在回答您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關乎到國家的安全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很嚴重 不是洩漏國家 我講這個很嚴重 你要欽呼董事長的智慧 你不應該在這裡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您的主席時間已經到了 好 請董事長要不要回答 因為他要決定 好 主席有財事權喔 這是主席的職權 請尊重主席好不好 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長去決定啊 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長去決定啊